欢迎来到果然八姐,我会和大家分享新的娱乐咨询,点个订阅持续追踪哦。 和最近爆火的男星邓维有关,一时间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,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这就给大家说到说到,事情是这样的,在一场活动上面,一个工作人员,小姐姐,扶着杨子上台,然而在转身的时候,一不小心撞进了邓维身上, 顿时场下尖叫一片,不知道是该羡慕这个小姐姐的扶养子,还是羡慕这个小姐姐,撞进了邓维的怀里,正常的路人被这样撞了之后,肯定都会有点生气。 因为这个位置,靠近自己的胸口,被撞伤了,肯定会很疼。 然而,差点被撞伤的邓维,却没有生气,而是下意识露出了微笑,对于这件事情,保持着一笑而过的态度,一时之间, 他这样的行为,瞬间拉得了不少的好感。 面对他这样绅士的行为,粉丝表示更加喜欢他了,从此,以后娱乐圈又多了一个男绅士。 说实话,邓维能走红,不是没有理由的,一个人的情绪好坏,决定着他能否走向成功。 情绪是一个人的老师,拥有一个好的情绪,不能让我们拥有一个好的磁场。 邓维的情绪一向都很稳定,能走到今天,也是不容易的,不得不说。 古装的氛围和现代装的邓维差别不是一般的大,虽然都很好看,但是个人觉得他更适合古装一些,本身他的气质就是温润如玉的。 现代装看起来有些像一个渣男,但是古装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世家公子,伴随着走红的,还有他曾经的黑料。 在饰演长月静明的时候,他就是因为角色太过于出彩,而被很多黑粉扒出了黑料,在路边的一个小举动,都会被人无限地放大,曾经就有人扒出他在路边随地乱丢烟头。 这样的行为固然是不对的,但是人非圣贤,熟能无过,他很快就道歉了,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就是好的。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磨练之后,他变得越来越出彩,相信未来他一定会越走越远,但是邓维的演艺生涯才是爆红的开始,期待这个优秀的人能够不断地磨练自己,演艺更多优秀的作品。 邓维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新锐演员,他出生于1995年,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他的第一部作品是《玉龙》,一部改编自游戏的网剧,在剧中,邓维扮演了冰块脸的男二号雪千寻,是罗峰格格主。 冷面如霜,生而孤独,冷漠,寡言,他的出演受到了观众的关注,2021年播出的《我是岁月,你是星辰》,他饰演的前程,是一个傲娇可爱的霸道总裁,像是熊孩子。 但很讨人喜欢,在电视剧《潇洒家人淡淡庄》中,邓维饰演了一个名叫系统军杰克的角色,他在剧中全程贴心为女主角思言出谋划策,逐渐对他产生情愫,但二人却偏偏看看得见摸不着,虫子中饰演的秦柯本是不可一世的傲娇世子,却因为在去南华修仙的路上认识虫子,出遇虫子时两人互相看不上。 一口一个丑丫头叫着,却在经历重重磨难时,发现这个丑丫头原来在娇弱的外表下,有一个勇敢且善良的心,渐渐对他心生好感,从此情根深重,默默守护。 他在《长月记名》中饰演下国六皇子,宣王,宫野纪吾的前世,一个谋如寒星的御官男子,身着天青色长袍,宽肩窄腰,袖子上绣了云纹,性格磊落,是个真正的君子。 随后,邓维在《长相思》中出演了温润如玉的男主角涂山景,这部大IP的古装剧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关注,观众对他的演技和魅力给予了赞誉。 《长相思》的播出让邓维成功塑造了涂山景这一角色,从而摆脱了代报卡这个称号,一跃成为当红男明星,观众们将他形容为男版打击,对他的成就和才华充满期待,并相信他会继续展现出更加出色的表现,不论是在古装剧还是现代剧中,邓维都能演绎出令人难以忘怀的角色,成为娱乐圈备受瞩目的明星之一。 《长相思》中的邓维扮演着涂山景《夜十七》成为了热门角色,他的表演引发了一系列关于他的热议,但演员的光环往往伴随着负面传闻。 这次也不例外,让我们颠倒时间线,深入探讨邓维的职业生涯和个人生活,了解他背后的故事。 邓维的职业生涯多次出演《悲情男二》角色,从2020年的《玉龙》开始,注定了他在演艺圈中的配角命运,但在今年的《长相思》中,他饰演的涂山景《夜十七》引发了广泛的讨论,涂山景是一个理想化的角色,温柔,智慧,对女主一心一意,邓维的表演让这个角色更加迷人,并观众为之倾倒。 邓维迅速展露头角,成为内地娱乐圈的新星,他不仅拥有出众的颜值和气质,还展现出令人惊艳的演技和表现力,他可以轻松驾驭不同类型和风格的角色,展现出多面和多维的魅力,他被赞誉为最优秀的男演员之一。 邓维在演艺圈迅速展露头角,邓维凭借涂山景一角的出色表现,提高了自己的商业价值和知名度,但要在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保持领先地位,不仅需要出色的表演,还需要面对不同形式的挑战,当一个新晋明星爆红时,总会引来一些极度之人的非议和关注。 黑料传闻的出现,正如常言道,人红是非多,随着邓维在《长相思》中的成功,他吸引了大量粉丝,然而,一个不知名的ID在社交媒体上爆料了一些关于邓维的私生活,这位爆料者竟然是邓维的前女友,他详细记录了他们的三年恋情,甚至曝光了一些大尺度的照片和细节。 这一系列爆料引发了人们的疑虑,是否邓维在事业腾飞的同时也会面临曝光的负面消息。 邓维的个人生活曝光 前女友的爆料不仅涉及恋爱细节,还曝光了一些令人意外的私人照片,这些照片让人重新审视邓维的形象。 不再是剧中的纯情少年,而是一个充满生活趣味的个体,这些细节令人对邓维的印象产生了翻转,他似乎并不是剧中角色的延续, 而是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演员。 邓维的恋爱经历 据知情人士透露,邓维在恋爱期间是一个非常黏人的男友,他与前女友共同养育了一只猫咪,显示出他的温暖和爱心。 而曝光的道具照片虽然让人大跌眼镜,但也暴露出他愿意为满足前女友的喜好而尝试新事物。 这些细节使人重新评估了邓维的性格,看到了他与涂山景这个角色的不同之处。 邓维在片场备受赞誉,不仅杨子赞扬了他的双伤和性格,许多工作人员也称他是认真对待剧本的好演员。 这些证词让人对邓维的人品和专业态度充满信心,但他面对的负面传闻和黑料却成为了一大挑战。 邓维的团队面临了一系列问题,无法为他提供足够的资源,甚至在公关方面显得力不从心,在面对不断传出的黑料时,团队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处理,导致邓维的形象受损。 这显示出,一个新演员在职业生涯早期需要一个强大的团队来支持和保护他。 邓维因出演《长相思》中的涂山景夜时期而成为热门角色,获得了大量粉丝和社会影响力。 然而,他也面临了不少负面舆论,包括前女友的大尺度爆料和其他负面新闻。 尽管这些黑料引发了一些争议,但在深入了解他的过去后,人们对邓维多了一份理解和怜爱,他的年人性格和个人魅力与角色图山景有一些相似之处,让他更受欢迎。 邓维的团队在应对负面舆论方面表现不佳,而他的艺人形象主要是由粉丝和同事支持构建的,这个事件提醒我们。 演员与角色是不同的,不应过于交二者混淆,此外,八卦和舆论有时会误导大众,我们应该理性看待并不随意站队。 最终,娱乐圈的新人需要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形象和舆论,同时依靠团队的支持来应对挑战。 此事件也凸显出娱乐圈中的一些现实问题,首先,演员在热度和知名度上升之后,常常成为狗仔队和八卦媒体的关注焦点。 这种高度的关注会使他们的私生活更容易被曝光,甚至扭曲成娱乐新闻。 这对演员来说既是机遇,也是挑战,因此他们需要更强大的团队来应对媒体和公众的关注。 其次,团队的作用不容小觑,在邓维的情况中,他的团队似乎未能有效地处理负面新闻,导致了一系列的争议。 这强调了娱乐圈中公关团队的重要性,他们应该能够及时,专业地处理各种危机,保护演员的声誉。 长相思,余温未散,邓维又有一部新剧要来了,也是古装题材,该剧叫云秀型,堪称是一部高颜值选角盛宴。 长相思,余温未散,奥子以致可有所知的音乐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